相邻频道是与另一个频道相邻的M、FM或电视频道 第一个邻居仅邻另一个通道 第二个邻居则相距两个通道,依此类推 有关相邻频道的资讯用于防止站点相互干扰 请参阅相邻频道干扰 在广播中,数语相邻频道是指与另一个频道相邻的频道 第一个邻居是仅邻另一个通道的通道 第二个邻居是距离另一个通道两个通道的通道 依此类推,广播中的相邻频道主要分为三种 一、主要相邻频道 主要相邻频道是与正在广播的频道相邻的频道 例如,如果电台在频道100上广播 则主要相邻频道是频道101 二、次相邻频道 次相邻频道是指与正在广播的频道相距两个频道的频道 例如,如果电台在频道100上广播 则辅助相邻频道是频道102 有关相邻频道的资讯有助于广播公司 避免在彼此太接近的频率上进行传输 从而有助于防止电台之间的干扰 当两个电台的发射频率彼此太接近时 它们可能会干扰彼此的讯号 这称为相邻频道干扰ACI 为了防止ACI 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以尽量减少电台之间干扰风险的方式向广播公司分配频道 相邻频道干扰 ACI是广播中两个或多个电台以相同频率进行传输时发生的现象 会对彼此的讯号造成潜扰 当一个站发送的讯号与以相同频率发送的另一个站的讯号重叠时 就会发生这种干扰 ACI可以发生在M、FM和电视广播中 在M广播中 当两个电台以相同频率发送讯号时 就会发生ACI从而对彼此的讯号造成潜扰 以下是防止广播中向邻频道干扰的一些方法 1.避免两个或多个电台使用相同的频率 2.避免同一地区的两个或多个电台使用相同的频率 3.避免同一方向的两个或多个电台使用相同的频率 4.避免同一方向的两个或多个电台使用相同的频率 5.避免同一方向的两个或多个电台使用相同的频率 6.避免同一方向的两个或多个电台使用相同的频率